台中泰马里的三河渔民利用龙网捕捞回游鱼类 发展特有的定制渔业 6月因为台风季节 收网暂停出海3个月 渔场近日是重新的开工 布网捕鱼 由于很老的鱼货便宜卖 10月10号国庆日这一天 一开张就吸引了大批民众抢购 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就销售一空 早上8点台东泰马里三河定制渔场 就已经人生鼎沸 婆婆妈妈阿公阿伯一手提着菜篮子 另一手忙着挑选才刚捕捞上岸的新鲜鱼货 除了是上期的海老阿 价格便宜更是一大卖点 开卖不到半小时就被民众扫勾一空 我们每次都有鱼的会过来找看有什么好鱼来买这样子 是这个才公斤计算的 不像我们一般鱼都到市场买台金 那是公斤的 所以大概鱼这个都又新鲜 刚刚抓起来还活跳跳的 水针还有铁甲鱼 还有湿木鱼 300多块 这要400块 泰马里三河村是台东南回线上 唯一的定制捕鱼海域 由于底层海水对流旺盛 加上黑潮流过 终年有鱼类回流 因此渔民用横网龙网或尾网 在近海设了两处渔场 一手助待兔的方式 等于近往再出海捕捞 不过这熟口短袜的海鲜鱼类可不是天天有 每年6月台风季来临时 鱼场便会暂时关闭 直到10月才重新开工下王捕鱼 而鲜捞的活鱼根本不需要拍卖 几乎是一上岸就被抢购一空 也因此造就了鱼市特殊的鲜鱼文化 进入下架会台马里香报道